朋友跟我們玩過遊戲之後 就再也不會找我 你們是那種玩一玩 然後會被那個狂賞問號那一種 基本上路人都是這樣做的 所以我們才會一直在 找到幹嘛 玩到一般掛地什麼的幹嘛 明明他打得比我還要 然後在那邊追了 就是會只能關他本來的文字 怎麼這樣子走 你為什麼不來哭啊 歡迎收看街坊圖一隊 舒話說得好啊 出門再要再靠朋友 就連打電動也是一樣喔 好的隊友帶你上天堂 雷的隊友帶你住套房 相信各位都有打過電動的經驗吧 今天我們就要到路上問問民眾 在戰況激烈的遊戲裡面 他們最討厭遇到哪一種隊友 又或是遇過什麼 令人印象深刻的經驗呢 我們一起去問看看吧 GO 最近有沒有玩過什麼遊戲 夾道列車手 黃絲戰車 哈利波克 靈靈死線 四人對一個鬼的一個遊戲 英雄聯盟 吃雞或是雞豆峽谷 Law M 傳說對決 傳說對決 傳說吧 傳說 最討厭遇到什麼樣的隊友 我現在玩一個任務 要下一個橋 問一個隊友直接跳架器 然後他就輸 任務就輸了 他們又都是一些外國人 就很難躲動 你罵他們什麼 我不會罵他們 罵他們他們也聽不懂 他們罵你你也聽不懂嗎 但我知道他會罵我 因為他很氣 可能有些隊友都很膽小 因為他會怕鬼 就一直躲 我在贏案 除了全程對象那種 玩到一般掛機什麼的都玩 玩得很爛也都有 很多那種 我沒有做什麼事 可是他就會一直 就去打燈啊 或者是一直去問說 你現在到底在幹嘛 有打字像一樣嗎 以前會啊現在不會啊 都變碼掉了 那你會很常遇到中鄰站 我算一個啦 你就是中鄰站 我算其中一個 那你為什麼會中鄰 嗆不了就中鄰站 有時候有些人會 明明他打得比我還要 然後在那邊嘴人 就是會直接關他的那個文字 那你會中鄰 不會啊 就有一些道德這樣 那你為什麼會中鄰 嗆不了就中鄰站 因為我們都雙才 所以我們對方就是對方 大家真的有跟我們玩過遊戲之後 就再會找我們 你們是在我們玩一玩 然後會被那個狂閃問號那種 基本上路人都是這樣做對的 所以我們才會一直在 他們打出來之後是 什麼咪咪咪什麼尖尖尖尖尖的 下路需要幫忙的時候 他就跑去別的地方 散步會很傻眼 可是大家是團隊嗎 有必要這樣嗎 要爛那一氣爛 那你遇到這種事情的時候 你會怎麼反思他們 投降輸一半 不然的話會輸更慘 要爛那一氣爛 有去遇到什麼超級雷的隊友 就是 因為要搶路啊 你又不會玩 打不然就已經罵 大家是團隊嗎 有必要這樣嗎 女朋友都是那個雷隊友 通常啊通常 通常他雷的時候 你會怎麼唱他 不好在鏡頭上包手 紅利代替者嗎 尊重友善包容 那你有沒有什麼話想跟這些雷隊友講 雖然我們不認識 但我們要比起有默契知道嗎 怎麼這樣子走 我手不來哭啊 不要吃人海人 你要就自己玩自己的 然後再跟別人組隊 還是要各路精通吧 不要只會玩一路 長大一點吧 不要再耍D了 那你會希望小滴孩全面退出 可是他們其實已經蠻強的 因為他們時間超多 超過他玩遊戲 對啊 在玩遊戲的時候 我實際被Gang過已經 爸爸媽媽突然衝出來的時候 你也出來幫我倒垃圾 那你出來吃飯 基本上都是女朋友 趕快把手機關起來 如果再玩下去就會有點革命 那你也是會玩到一般中理的人 六成吧 我被Gang就是被他女朋友Gang 喔你說完還會 他突然中理不見 爸爸媽媽然後女朋友 因為我房間就是離爸爸媽媽 他們比較遠 那就是大吼 欸來吃飯喔 趕快下來 我覺得也一樣吼回去 等一下等一下我快結束了這樣 女朋友的部分就是可能會覺得 我都不太理他這樣 那我就說啊好 我打完這場就不打了 按扶一下 那你下次打到一半 你會願意中理配套嗎 不願意去 我們懷念他們 像音小女王就是不能暫停的 他們都可能一直以為可以暫停 然後就說 欸你暫停一下出來吃個飯啊 你真的會停下來 當然我不會 遊戲就是好好地進行就好 不要印象別人 可能我會玩遊戲 媽媽會叫我做事情 那如果真的很急的話 我媽媽自己先去做 或是我會叫我弟先幫忙 你會選擇中理嗎 還是會選 不知道會被罵 或是我會叫我弟先幫忙 關 關 網 轉 電話來比較起嗎 掛掉 一定是掛掉 那你有沒有被 女朋友之類的gank過嗎 沒有 有女朋友就把他剩掉了 還是女朋友重要啊 因為我會被 身邊的人gank過 我覺得你拿著手機 你要洗碗是不是 好 好喔 如果是你女朋友的話 你照辦理由 女朋友嗎 我會做 給我30分鐘 可是不知道幾個30分鐘 溫妮女朋友跟遊戲 我會選手 我會選女朋友 我沒有在乎遊戲 你問我 你也有吧 我是女朋友啊 不想單身啊 女朋友 你會願意中女朋友嗎 我願意 我當然是女朋友 遊戲畢竟是遊戲啊 不能粉末導致啊 現實的為主 你也有吧 那你為什麼我又不喜歡溫妮 嗯 不是我會喜歡 在錄影中 我應該會選女朋友 他如果不在錄影中 可以選漾漾嗎 不是 不是 你要叫阿布嗎 你叫阿布嗎 六個比 男朋友我會遊戲 你會選哪一個 好難喔 男朋友好了 因為我男朋友會幫我特徑 溫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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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選溫妮 你現在是劉妮 沒有 哦 難怪會選溫妮 有問題大家就當中了 謝謝你們 謝謝 然後溫妮 我們要輸的 你原本很期待是不是 什麼 他另外一位就在後面 另外一位 阿伊達電動的朋友 讓我們看一看 韓老師要告訴你們 一個精彩刺激的活動 11月27號 台北杯電競大賽 將在 NEW ZONE展演空間 盛大開跑 當天會有 傳說對決團體賽 八強決賽 人氣戰隊 MOP 也會跟冠軍進行交流PK 個人賽的魔法氣泡 eSports 也會有現場的 八強決賽 更重要的是 現場可以看到 木曜女生溫妮 光想要都覺得好興奮 這麼下一個場合 你怎麼可以錯過呢 我們11月27號 台北杯電競大賽 見囉 拜拜 十二 四 二 三 三 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